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讲会的强强退学 换两方是钓鱼岛副战队 对两方是群星璀璨副战队 那鱼岛这边上的是一个大藏使命的女儿国标 开了一把龙镇 那对两方今天玩了一个新华招 双普陀山,磐斯武装双普陀 再加一个化身词 咱们看一下双普陀是不是都是咒诗的 如果都是咒诗的话还蛮有意思的 不用看了 两个都开莲花了 那都是咒诗不过 毕竟还有一个辅助化身词嘛 那咱们看一下双咒诗的话会打出一个怎样的效果吧 单咒诗 说句实话 有点磨叽了 但是双咒诗的话 反而就有点好玩了 咱们看看效果 主要是得出效果 进了 要上挺咒诗 一个可以 哎呦哟还中大死亡了 咱们看一下能不能 轻音三叠 紧咒诗也有下个回合 还能估一下 这回合善恶往上跟 哎直接带走 大伞带走啊 那最起码也是只两个宝宝吧 啊 当然队长风也得做好一个防点杀的操作 哎我记得钓鱼岛是去年有一场季军赛啊 也是使用那个双咒诗 哎呀那都好久了啊 估计确实得有十几个月之前了啊 好久了啊 咱们有那么点印象 季军赛用的 一顿扇帽 哎呀这 这对面的宝宝血都快加满了 那对面也是一把扇帽 地烈火再来针对观察风法生死 哎怎么着也得有个风法无边吧 你就干压就有点不太好压 带个风法无边两个普通山压起来 还是比较容易的 苍茫鼠四千二 他差很多啊 但对面后续还可以接着来嘛 毕竟观察风他只有一个风险 能对对面造成的一个控制力的影响 还是比较有限的 现在观察风仅仅也是只有一个大同关谷 想去点杀 尤其对面这种阵容 每个点都比较硬啊 每个点都比较硬 你还不太好点扎 除非你神木灵站起来 哎这样你就可以点 看观察风这个操作是打算用一个阳护 就把神木召唤起来 就给一个阳护 不给两个 三千五 没有火花无边 点花声是有点天方夜谭了 基本的尊敬也得给一下 你这么点花声是有点目中无人了 有点目中无人了 此心歇走 鸟尔村再控 拉起神木 含起某某再控大堂对面 这回就得防电杀吧 没神木那会儿对面 不用这么防 现在神木粘起来了 那这个防电杀也相应的也得坐起来 罗汉 寡玉令解掉 起个折尔做防守 对面 再想压尸体就有点困难 干脆用紧箍咒吧 紧箍咒秀起来 靠一靠 最起码在这个版本之下 普罗山 咒识普罗的核心还是紧箍咒 五星法术的话 往后靠一靠 往后靠一靠 关站黄神木出发 青石 对面也有罗汉 看一下 关站黄这边的想法吧 要点了 要点一手了 紧箍咒 掏一掏 活满神木灵 那关站黄也没有点 选特地版青青 对面刚挂的紧箍 这两个普罗山算是白玩了 这回合相当于没操作 颠倒五星 颠倒五星 突然做开了一个防守的姿态 因为现在关键红状态还不错的 宝宝都全活着 这人也都是满血 所以说 化生死的这条血不足为虑 应该对面弄不死 所以说 对面的防守得做起来 电脑五星打一打 一会儿是不是俩普罗山 怎么说也得起个指神啥的 而鱼老这边也得考虑考虑去点谁 被对面前期压了一波 关站黄节奏慢了 但是关键红在硬件以及宝宝方面 还是领先对面许多的 这全心璀璨的话 这遇到差距也不小 也不小 人家又该出路 出路还又来了 那关键红这个突破点还不太好找 因为没有主属性的这些门派 确实是抗性会高 关键红这边也没有去点杀 关键红打的也很稳 对面 立了个指 电脑五星要不要再打了 摇铃铛了 紧箍咒 接着套起来 哎呦 这十回合以后对面就难了呀 因为十回合以后 他跟你拼地厅 拼地厅的时候 对面可能就有点 力气不足了 这地厅才是 真大哥呀 你别说像在什么战敌了 这样令其被削了 但是确实地厅依旧是非常的强 尤其是曲斧那一套 地厅海 大家也都见过了 人家为什么曲斧现在可以玩五保零 而且那么有底气 就是因为地厅厉害 你打国标 你切不进去 你跟人家拼五保零 五保零拼到最后 拼的是什么 拼的不就是地厅吗 你拼地厅 你拼不过人家 你玩国标 你又切不进去 所以说 主要是决赛曲斧上的那么个阵容 比较尴尬 然后开了个云阵 那是个阵容有意思 起风 对面先换了个地厅 对面找找节奏 因为对面这套阵容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双斧头确实能耗 也可以去说 有一个比较强的点杀能力 但是怎么说呢 那你毕竟缺一定的守势能力 那咒师傅和那个守势 说句实话 一般般 紧箍咒明面上 守势能力很强 一个紧箍咒 你拉起来 我直接顾死你嘛 对吧 但前期没有很大的威力 打到四五十五克克以后吧 紧箍咒那个守势能力是很强的 这个不得不承认 但是前期基本是守不住时机 前期不太行 后边把回春呀 之类的药给他消耗消耗 那守势能力就上了 那对面地厅 换了换大堂 有机会吗 没弄死 紧箍咒也顾不死 前排还有宝宝往过跟一跟 看看怎么样 以下两千 哎呦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关键红女儿 又一座站在一把 金青呢 对面 也是点杀失败 那余岛你也得动手了吧 金青完了啊 那肯定是挂不中小死的 肯定是那个啥 封不中的啊 我说关键红 进去完了啊 对面不太好封印 花生死一活 大堂又满血了 刚才一系列的操作 也就毫无意义了 操茫鼠 鼠行呢 五星还没找着 小死亡 关键红要动手了 大堂这边还是半血以上啊 地厅砸了500多 好像还是半血以上 又砸了400多 但还是半血以上啊 可以扫出去 一千开刀 确实是 抗性好啊 但他法防不一定高啊 你看这龙三位秒过去 直接抽一万毒啊 防御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 抗性 好 那从这一刻开始 遇到进入另一个局面了 对面两个咒势也没把过那房压住 可以说是啥也没干 就开场压了一波神木 后边就没事了 双土豆山的话也不是不能玩 之前哪个福气来玩过 紫禁城玩过一段时间 之前紫禁城玩过几次 效果的话也能打出来 但是这个东西需要硬件支持 再加上对面群星损散 他们的剑会激发还蛮高的 他们匹配到豪门的概率也比较高 所以说你跟这些对手打 你不是跟我打 你要跟我打你肯定随便打 你一个号能打我五个号 这没问题 但你跟这些豪门打 效果出不来 而且这套正对于宝宝的要求 也会比较的高 你宝宝既要能扛 还要能输出 那现在豪门不都这样吗 敬台善恶吗 又能扛又能输出的 但你这也是一个尝试 这也是一个尝试 没出效果 咱就不用了呗 出了效果以后 也许能打出奇效 这也说不定 因为对面也是偶尔可以进16强的一个团队 所以说群 群 群雄的成绩也还不错的 武神男的偶尔能进个16强什么的 也是有威力的 也不是那种小鸡子团队 铁铁链 一般延长扔出去 看美女二次没有 没法放 快点会能延长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由于大防神木 他们这种轻蚀技能也比较的强 虽然你很硬 但是在这种轻蚀技能面前可能也 太扛得住 对面想逆境了 看看能不能成功 有一个宝宝他是 但是成功了 因为还有一个风特技 成功了 还有一个风特技的 对面的四号位宝宝 他是有神技的 所以卡了一个五龙 但没看见催眠效果 幸亏盘斯身上 他还有一个风特技 所以对战风成功逆境 可以拉起自己的普陀山了 也是不容易 因为剑会的逆境难度 要比辅战要高很多 不战有特性药 有藏神 有护盾 有的时候别人在防 防逆境的时候比较好防 你有护盾了以后 有护盾了以后 他防逆境就不好防了 一个阎罗应 一个机器歪歪 连护盾都打不破 也就破不了你的 催眠状态 你逆境的时候也会更容易一些 剑会不好逆的 那继续尿 一秒 拉起来 罗野消消 对面 现在压力有点大了 换着换这边 还没给你换地厅呢 你别说回头一想 就对面这套阵 如果真正让那些豪门来玩 关键话 他真的有点不太好 往里边切 这是实话 你还真的不好往里切 这五个门派 都是属于那种 比较耐扛的门派 咒势博多也是没有主属性的 你打五神探的话 咒势没必要加敏捷的 速度只要比物理系快就行 有点速度就够了 他跟你做任务不一样 做任务的博多山的话 你肯定是敏捷点 关系到你的输出嘛 但PK 没关系的 PK的话 跟敏捷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就是全家敏捷 也不会给你增加一点 禁锢咒的伤害 也不会增加一点 五行法术的伤害 所以PK跟任务 它属于两种模式 一万二 罗汉再干 花园青莲 凝植树 关联邦换地厅 打了半天 还得靠地厅 关联邦好像这场就点了一次 就点了一次 确实切不进去 不好切 轻实的话 前期是目出过一次 但是对张方一直有罗汉 关联邦这边也不太好点上 而且对张方如果是把电脑五行 早早的搞起来的话 你这法地厅还不好 王力大呢 你工地厅肯定管不了嘛 但是法地厅的话 有电脑五行 它有这个躲避啊 吸收各种的东西 两个咒识打电脑五行 很快的啊 两个半回合吧 就打完了五个人 全部打上 有闲攻 甚至宝贝都能打一个 半弹 起了幻境霜 这个地厅 主要是做一个牵制啊 骗掉对面的东西 神木灵也冲五魂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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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朵踩干将 给自己加点底气 踩个干将 看看下回 我们就会来个青石杀的 没有青石 看看这把干将伤害 能不能够啊 还是关注冲继续亲宝宝 再来一把金青 对面还是想压大头 电仓海记住了啊 电仓海是他的五行 拱破不用想了 就电仓海了 记在小本门上面 就很青年 关注冲这边也在房间啊 还继续亲宝宝 对面这个罗汉盖的 比较勤快啊 上面偷久 佛法无边 早就该 对面想点杀 早就该打破法无边了 4400 打死亡也中了 电仓海再来 1900 这没报啊 有没有法力也没有错 拐欲令 解掉神木 关注冲 大头也得起火源散 这波对面也是没有点杀成功 缺了一报 可以接着来针对 只要对面盯着大头 任务刑法术 关注冲大头 他就不太好扫出去 尤其是找到五行以后啊 你血量 很难保证一个半血以上 但是人家出青蛇了 你这你没办法啊 能出青蛇了就不在乎这个血腺了 没有半血 也可以啊 也可以 我把无边给另外一个 看看能不能直接锤死他 来电仓海 2000 有火源散 抵挡了一下 另外一个 2000 有法联美 有 哎呀 这 咱这打不死呀 这 这点啥点不死人呀 这就很尴尬了啊 那反而关注冲 一手反点 送过去空切了 又带走一个宝宝 哎 对面点不死人 这就没法打呀 从紧箍咒的伤害来看啊 对张锋这个固伤很不错的 不差啊 1600多可以的了 不行了啊 对张锋放弃了 感觉点了几次 确实是有点 那这比赛看了个寂寞呀 关张锋两次点杀 直接送走对面 对面主要是切不进来 搞得有点难受 就消耗消耗没打出来 双咒诗的点杀没玩出来 感觉双咒诗的话 还得配地府 不然点死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点死了 你又能怎么样 你想点 点杀一定配地府 面伤的话 你可以走盘斯加武装 打消耗 打面上盘斯武装可以 你就这么爱玩点杀还是得配地府 如果对面 比如说就玩 我就是挂紧箍咒 我就是挂紧箍咒 我也不用武器法术去杀人 偶尔杀一杀 就没有那么直播的话 其实带盘斯武装没有半毛钱问题 医疗问题也没有 医疗问题也没有 是不是给个静疗 对不对 是不是给你个静疗呀 是不是套套你的化身色了 就通过这种方式 来跟你玩消耗 这种的话就不用带地府 你如果老想着用武器法术杀人的话 那你就得带地府 同一个阵容的两种不同的玩法吗 一万四带走 一万二结束 拜拜